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我发现组里的弟兄姊妹 有啥问题都去问张华姊妹 我是组长啊 我也知道张华确实有长处 但看着别人都围着他转 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 你这是嫉妒心作祟啊 其实我有过和你一样的情形 被嫉妒心捆绑啊 真的很痛苦 还容易做出伤害别人 打查教会工作的恶势来 得及时寻求真理解决啊 那你当时是怎么经历的 快给我谈谈吧 我在教会操练作徒 后来被选为组长 通过一段时间的配合啊 组里的工作进度比之前好一些 作徒的质量也提升了 带领也挺器重啊 组里有什么事 多数时候会找我商量 哪个姊妹情形不好 或业务上有缺少 也会让我多交通帮助 还有几次我听说 带领在别的组 夸我有工作能力 我心里美滋滋的 觉得自己比别人强 素质还是可以的 2019年8月 李文姊妹调到我们组金本分 带领说她素质比较好 让我注重培养她 在后来的接触中 我看到李文的确素质挺好 有时发现的问题 我都没看出来 而且她检查图 能发现问题 提的修改建议 还挺新颖独特 组里的另一个姊妹赵玲 对她也挺佩服 这时啊 我心里就产生了一种危机感 要是自己不如李文 谁还会高看我呀 不行 我得在业务上好好努力 可后来啊 不管我怎么努力啊 在业务上还是不如李文 看到的问题 也不如李文看得全面 我感到很郁闷 之后我看到赵玲与李文 走得比较近 有什么问题就向李文寻求 而且带领跟我们一起 讨论问题时啊 李文谈的观点建议 常常得到大家的认同 我感觉自己啊 被冷落在一旁 尤其带领临走时 还鼓励李文多操练 哎呀 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啊 李文素质好 我不否认 但我也不差呀 之前我做的图 很多都被选上了 解决问题 我也还可以 这些你们怎么看不见呢 想到这儿啊 我就对李文产生了嫉妒 你没来之前啊 带领比较欺重我 什么事都是和我商量 就从你来了之后 我就被冷落一旁了 是你抢走了我的光环 我越想啊 心里越不平衡 对李文产生了恨意 后来看到李文与接待家姊妹 在生活上有一点摩擦 我不交通帮助 还在一旁幸灾乐祸 你不是样样都行吗 大家不都高看你吗 怎么与接待家姊妹之间的关系 都处不好呢 有时接待家姊妹 也会在我们面前 说李文生活上有些问题 我嘴上跟她说 得正确对待李文 但心里啊 巴不得她对李文有成见才好呢 这样大家就不会觉得 她什么都好 就不会再高看她了 一天 组里要针对业务方面写交流信 还要修改一些图 我在写交流信方面擅长一些 可想到带领夸赞李文的情景啊 我就不想写了 觉得写信是李文的短版 我就让她写 故意难为人家啊 她写不好 别人就不会再高看她了 我就假惺惺地对李文说 我和赵琳做图 业务交流信由你来写 每个人都要操练做全面手 你尽自己所能去写 不要有太大压力 李文说她没有操练过 她写不好耽误时间 我不管这些 仍然坚持让她写 那她后来写得怎么样了 整体看着还可以 就是缺少些细节 我心想 这怎么就难不住你呢 照这样下去 我的风头 不都得被你抢走了吗 正好你写的信有缺少 我得让你丢丢丑 我就指出了很多问题 说这里写得不清楚 那里缺少细节 李文看到我指出这么多问题 就有些消极 后来我把组里一些 难度大的工作 分给李文做 故意刁难她 有时我还抓着 李文流露的一点败坏做文章 在赵琳面前说李文怎么狂妄 生活上怎么不受约束 让接待家姊妹反感等 导致赵琳对李文有了成见 李文很受挟制 也很消极 想去另一个组尽本分 看到李文这么消极 你当时是咋想的呀 我心里也受责备呀 觉得这样对待姊妹 是不是太过分呢 但又想到 我要是不这样做 那我在组里怎么立足啊 谁能关注我呀 说不定组长的地位就不保了 想到这儿啊 心里那点责备感就消失了 后来通过带领的交通帮助 李文的情形得到了扭转 而我仍然活在嫉妒中 与姊妹没法配搭 后来我牙疼了两个多月 怎么吃药也不见效 姊妹们提醒我反省自己 但我只是在外面找原因 带领就揭露我 名誉地位心太重 排斥一己 不与人和谐配搭 把族里搞得乌烟瘴气 几个月没有果效 说我走的是敌基督道路 把我撤换了 我很扎心难受啊 直到自己作恶了 就一个劲地哭 觉得自己名誉地位心太重 就想自暴自弃 后来赵玲谈她的经历帮助我 让我不要放弃 应该寻求真理解决自己的问题 晚上灵修时啊 我听到一首神话与诗歌 心里很受感动 那首啊 临到什么事 你都得有这样的认识 无论临到什么事 这都是我达到那个目标 其中的一个片段 这是神做的 我有软弱 但我不消极 我感谢神给我的爱 感谢神给我摆设这样的环境 我不能放弃自己的这个愿望 心智 我放弃就等于是对撒旦妥协 放弃就等于是毁自己 放弃就等于是背叛神 你得有这样的心 无论别人说什么 无论别人怎么样 无论神怎么对待你 你的心智不能变 阿们 我含着泪 一遍一遍墨唱着这首歌 我感受到这次被撤换 带领严厉地揭露我 这是出于神的 是神对我的爱与拯救 阿们 因我太麻木刚硬了 顽固追求名誉地位 走地基督道路 我牙疼那么久 姊妹们也提醒帮助我 我不思悔改 心里想得全是李文贝高看 我就被冷落了 我被名誉地位心冲昏了头脑 对姊妹产生惩见和仇恨 做出伤害姊妹的事 把族里搞得乌眼瘴气 可我不反省自己 还自暴自弃 误解神不会再拯救我 我这不是在取解神的心意吗 我真是不理解神的心啊 我太不认识自己了 想到这儿啊 我觉得很亏欠神 要不是神摆设这些环境 责大管教我 我不会去反省自己 还会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啊 我不能再误解神了 愿意好好吃喝神的话 调整自己的情形 感谢神啊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 应该读了不少神的话吧 是 其中有一段 很针对我的情形 神的话说 有些人总怕别人比他强 高过他 总怕别人得到赏识 自己被埋没 就因此打击排斥别人 这是不是既贤度能 是不是自私卑鄙 这是什么性情 这就是恶毒 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只满足自己的私欲 不能为别人着想 不考虑神家利益 这种人性情不好 神不喜欢 如果真能体贴神的心意 就能公平对待人 你把好人举荐出来 让好人得到操练 尽上本分 神家就多了一个人才 你做工作不就容易了吗 你在这个本分上 不就尽上忠心了吗 这在神面前是善行 这是做带领的人 起码该具备的良心理智 阿们 阿们 揣摩着神的话 看到神揭示的 不就是我的情形吗 我就是既贤度能 性情不好啊 想到做图这项工作很重要 需要有悟性 善于创新的人配合 这样能提升做图的效果 而我与赵玲在创新方面 就不太好 林文在这方面有特长 正好补足了我们的缺少 这对工作有利 我应该为教会 有这样的人感到高兴 可我不是这么想的 为了名誉地位啊 我处处嫉妒姊妹 当发现她素质比我好 带领也重视她 我怕被她比下去 就一个劲儿想超过她 没成想 不管我怎么努力 最终还是不如姊妹 我不服输 就开始刁难姊妹 挑毛剪刺 故意让姊妹难看 甚至我还抓住姊妹的败坏流露 背后论断贬低 让人不再高看她 看到我真是恶毒啊 一点正常人的理智都没有 是 有正常人性理智的人 与人相处 不会做伤害他人的事 心里诚实 能向着神 体贴神的心意 看到神家工作有人配合 他也会很高兴的 是啊 可我呢 在工作上 不但没有起到推动作用 还拆毁搅扰 我的所作所行 太让神验证了 根本不配成为人了 我又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敌基督的实质 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就是专权 大权独揽 谁说都不听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不管谁有什么长处 表达什么正确的观点与高见 或有什么合适的做法 他都不看在眼里 好像任何人都没有资格 与他配搭 也没有资格 参与他要做的事 敌基督就是这样的性情 有些人说 这是人性不好 这哪是一般的人性不好啊 这纯属是撒旦性情 这种性情太逊恶了 为什么说是性情太逊恶呢 敌基督把神家的所有教会的财产 都据为己有 当作私有财产 都要归他掌控 不容许别人插手 他做教会工作时考虑的 只是自己的利益 只是自己的地位脸面 他不允许任何人损害他的利益 更不允许任何有素质的人 能谈经历见证的人 对他的名誉地位构成威胁 另外 狄基督在弟兄姊妹中间 还常常编造谎言 歪曲事实 贬低定罪这些 能谈经历见证的人 无论他们做哪方面工作 狄基督都找各种理由 来排斥打压这些人 并且论断这些人 狂妄自视 后显露自己 有野心 其实 这些人 都是有一些经历见证 具备一些真理实际的人 都是人性比较好 有良心 有理智 能接受真理的人 他们身上 虽然有一些缺少不足 有时流露败坏性情 但他们能反省自己 能悔改 这些人 正是神要拯救的 有希望得到神成全的人 总的来说 这些人是适合尽本分的 合乎尽本分的要求原则 但是狄基督认为 我眼里可不揉沙子 你想在我的地盘担任角色 跟我争上下 那是不可能的 你想都别想 你文化比我高 口才比我好 人缘也比我好 还比我追求真理 让我跟你配搭 万一我的风头被你抢走了 怎么办 狄基督考虑神家的利益吗 他不考虑 他考虑的是什么 他只考虑怎么保住自己的地位 阿们 神的话揭示得很清楚 狄基督这一类人地位心特别重 不允许别人超过他 一旦谁比他好 威胁到他的地位 他就想方设法地打击排斥对方 直到把对方打趴下才罢休 太恶毒了呀 是啊 狄基督只考虑怎么保住自己的地位 从不考虑神家的利益 甚至宁可神家的利益受损失 弟兄姊妹受伤害 他都没有直觉 对号我的表现也是这样 李文进组之后 我看到姊妹悟性好 长进快 能弹出独到的见解 得到了带领和佩达姊妹的赞同 我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 就对姊妹产生了敌视 认为是她夺走了属于我的光环 有她在 我永远出不了头露不了脸 就开始排斥姊妹 故意刁难她让她出丑 还在背后论断李文 拉拢接待家姊妹赵玲姊妹 站在我一边排斥几对李文 想把她打消极后 踢出我的地盘 看到我呀 真是太缺德 太阴险了 我这是受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一山不容二虎的撒旦赌宿的支配 眼里容不得别人 发现比自己强的人 不是嫉妒就是恨 甚至耍手段整治人 直到对方消极趴下才算罢休 现在想想啊 我凭这些撒旦毒素活着 性情变得特别狂妄恶毒 说话形式 一点也不考虑神家利益 我这样的性情 与敌基督有什么区别呢 后来 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话 对自己做事维护个人利益 搅扰教会工作的性质后果 有了些认识 全能神说 对于神要维护的东西 如果你总搅扰 总打岔 总拆台 你总鄙视 总有观念想法 那你就是与神畅反调 搞对立 你没把神家的工作 神家的利益 看为重要 总想拆台 总想搞破坏 或者总想从中取利 作弊 贪战 那神会不会对你发怒 神发怒是什么后果 会遭惩罚 这是肯定的 神不会饶恕你 绝对不会 因为你做的事 拆毁破坏教会工作的事 是与神家工作 神家利益相冲突的事 这是大恶 是跟神称对台戏 是直接触犯神性情的事 神怎能不对你发怒呢 如果有些人 因为素质差不胜任工作 无意中做了一些 打岔搅扰的事 这还情有可原 但是你如果为了 个人的利益搞嫉妒纷争 有意做一些打岔搅扰 破坏神家工作的事 这属于明知故犯 这就触犯神的性情了 神会饶了你吗 神做六千年经营计划的工作 神的全部心血就在这里 你如果跟神对抗 故意损害神家利益 故意以损害神家利益为代价 来追求你个人的利益 追求你个人的名望地位 不惜拆毁教会工作 使神家的工作受到阻挠破坏 甚至让神家的物质 受到极大的损失 你们说这样的人应不应该饶恕 追求名利地位 追求利益 就是在配合撒旦作恶 就是在对抗神 撒旦为了拦阻神的做工 兴起各种环境 来试探人 搅扰人 迷惑人 拦阻人跟随神 使人不能顺服神 反而配合撒旦 跟随撒旦 有意起来搅扰 破坏神的做工 神怎样交通真理 也不醒悟 神家怎样修理对付 也不接受真理 对神没有丝毫的顺服 而是一意孤行 为所欲为 结果把教会工作 搅扰了破坏了 严重影响了教会 各项工作的进展 使神选民的生命进入 也受了极大亏损 这个罪恶就太大了 肯定得遭到神的惩罚 阿们 我感受到 神在面对面的揭露我 感到特别的扎心害怕 想想 李文能做出 更多更好的图 这对教会工作有利 可我不但不支持维护 还总排斥姊妹 抓住姊妹的短缺之处 故意刁难她 孤立她 导致姊妹活在消极中 不能正常尽本分 组里的工作也严重受影响 几个月没啥果效 我所做的 就是在拆台搞破坏啊 我这是在与神作对 是在触怒神的性情啊 是啊 听你交通 我想到了扫罗 嫉妒大魏的事 神高丽了大魏 大魏依靠耶和华神 打了圣仗 得到以色列人的拥护 扫罗就容不下他 他觉得有大魏在 自己的王位就保不住了 因此他一路追杀大魏 要将大魏置于死地 但有神的眷顾 扫罗伤不了大魏 最后扫罗死在了战场上 看到嫉妒能产生恶果啊 是啊 我和扫罗做事的性质啊 是一样的啊 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地位 耍手段排斥整治姊妹 导致姊妹活在消极情形里 无形尽本分 甚至都想离开这个组 现在想想 表面上 我是与姊妹过不去 实质上 我是在拆毁教会工作 是在与神对抗啊 是 李文尽本分有果效 我却想方设法排斥她 好像把工作搞瘫痪 没人配合了才乐了 这不是魔鬼撒旦做的事吗 是 想到这儿啊 我感到后怕呀 没想到啊 我的性情竟是如此的恶毒啊 现在想想 我被撤换 这正是神的公义啊 此时 我留下了懊悔的泪水 恨自己 怎么就这么没有人性啊 我就向神做悔改的祷告 愿意痛改前非 感谢神啊 第二天早上灵修时啊 我看到弟兄姊妹写的 关于嫉妒方面的经历见证文章 找到了事情的路 神的话说 公用不一样 身体只有一个 各尽其职 坐在自己位上 尽上全力 有一份热 发一份光 追求生命成熟 我就满足了 你得学会舍 学会放 学会推荐别人 让别人出头 别临到出头露脸的事 就总争总抢 必须能放弃 但是还不耽误本分 做一个默默无闻 不显露自己 还能忠心尽本分的人 你越舍弃脸面地位 越能放弃自己的利益 心里就越平安 心里就越来越亮堂 你的情形就会越来越好 你越争越强 你的情形就越来越黑暗 阿们 阿们 揣摩着神的话 我明白了 我和李文姊妹 在一起配搭 这里有我该实行的真理 我得站好自己的位置 放下自己利益得失 学会维护教会工作 把本分解好 阿们 人的素质如何 都是神命定好的 不是自己能改变的 就像李文 领受快 有悟性 发表的观点 做的坨 新颖 有创意 姊妹属于素质好的一类人 而我在创新上不如姊妹 素质一般 我再与姊妹 我再与姊妹争比 也不会超过姊妹 之前 我能把工作带起来 那都是神的带领 也是弟兄姊妹 共同配搭达到的国效 不是我的能耐 也不是我素质好 可我不感谢神的带领 把这些套在自己的头上 标榜自己素质好 是个人才 真是太不知羞耻了 要不是这次车换啊 带领严厉的对付修理 我还在为名誉地位 与李文争比 最后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现在我才知道 追求名誉地位 没有丝毫价值 想想 就是别人都高看我 又能怎么样呢 曾经我也得到过 别人的高看拥护 那只是脸面一时的风光 但我的败坏性情 一点都没有变化 还能与人证明夺利 最后麻木到一定程度 点到鼻子尖 都不知反省自己 看到我被名誉地位 冲昏了头 我真是太愚蠢了 是 同时 我也感到自己太傻了 为了不值钱的 名誉地位争动 在神面前 留下了严重的过犯 失去了很多 得真理的机会 太不值得了 神主宰安排我和李文 在一起尽本分 是让我与姊妹和谐配搭 把各自的功用 给发挥出来 正如神的话所说 各尽其职 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为尽好本分 满足神共同努力 神的心意 就得满足了 阿们 揣摩到这儿啊 我心里释放了许多 放下嫉妒心 我感到心里啊 是那么的踏实平安 感谢神啊 通过一个独幼的灵修反省啊 我对自己有了些认识 带领再次安排我 和李文他们 一起尽本分 感谢神啊 这次应该很珍惜 这个机会吧 是 我知道 这次是神给我悔改的机会 我很感谢神 当时李文是组长 带领有什么事情 都找李文商量 我心里又有点不是滋味 我意识到 又是嫉妒心在里面作祟 就赶紧向神祷告 求神保守我 能实行真理 放下对子妹的嫉妒 后来 我看到神的话说 你们做人的原则是什么 应该本本分分做人 要找准自己的位置 尽好自己该尽的本分 这才是有理智的人 比如 有的人擅长某方面业务技术 还能掌握好原则 那你就应该负起责任 把好这个关 有的人能提供一些思路 亮点 使大家得点启发 把本分尽得更好 那你就提供思路 你能找准自己的位置 与弟兄姊妹和谐配搭 这就尽上本分了 这就是本本分分做人 阿们 阿们 想到 李文业务能力比较好 构图新颖 有创意 做组长 能带动组里的工作 我应该 与姊妹和谐配搭 把本分尽好 在业务上 我不辱姊妹 这是事实 我应该正确对待 自己的缺少 不应该嫉妒姊妹 我这样的素质 这是神的命定 我得从神领受 学会顺服 把自己那份力献上 这是我的本分与责任 之前 没好好与李文配搭 给教会工作 带来亏损 今天神再次给我机会 我得好好珍惜 不能再做 拆台破坏的事了 想到这儿 我对李文的忌妒 就能放下一些了 配搭的过程中 自己明白多少 就谈多少 姊妹提出好的建议 我就接受过来 就这样 我们同心合意 和谐配搭 进本分的果效 比之前好了些 自己在生命进入 和业务上 也有些涨进 感谢神的带领 感谢神 我能从嫉妒心的捆绑中 走出来 与姊妹和谐配搭 这是神的话语 在我身上达到的果效 阿们 感谢全能神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